此时的关羽还只是个无名之辈的马公手 按规矩来说他根本没有资格挑战华雄 而曹操却认为 关羽既敢于请战必定有把握取胜 关羽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公手 并且还不是正规君 可他长的是卧梅凤墓 满面英雄气 华雄又怎么知道他是个公手 关羽当着众诸侯的面力下军令状 如若不胜甘当军阀 这时身为大哥的刘备站出来表示 要是二弟不胜 那就砍他三兄弟的人头 说吧 曹操就到上一杯热酒味 关羽敬酒壮行 就这样 关羽提着重达82斤的青龙掩跃刀出战华雄 强大的震慑力 让气焰正盛的华雄惶恐不安 只见关羽单手握紧大刀在地面划行 王军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声 关羽提着华雄的头颅霸气地往地上一扔 十八路诸侯全部都看闪了眼 他们难以置信 如此棘手的华雄 竟被眼前的关羽三刀就给斩杀 只见关羽走到刘备的身旁 用青龙掩跃刀直接戳穿地板 用来震慑那些看不起他的诸侯 这时曹操摸了摸刚才倒好的热酒 海上有余温 非常渴望留下关羽的联系电话 提命 增设第十九阵 跑贼兵马 统兵将就没 刘备 关羽温九斩华雄一战成名 让他们三兄弟在盟军也有了一席之地 可是袁绍却不懂得稀采 答应拨给他们的兵马粮草 却迟迟不见踪影 关羽令手下的人领取良想 身为盟军总提掉官的元术 却耍起了无赖 直言 想要就自个打进洛阳城取去 而董卓的前将军 华雄被斩杀后 三乱大军全部溃败 盟军的先锋将军孙坚 乘胜追击攻破白马要战 作为洛阳城的最后一道屏障 虎劳官也已忘记 吕布 在 即可调集全部西洋人马 本校要亲自率军出战 遵命